这是刚买的两个西葫芦 今天分享个西葫芦面食的正宗懒人做法 头发尾去掉 然后擦成细丝 西葫芦不仅营养丰富 还能润泽皮肤 正在减肥的朋友或者脸上起痘痘的朋友 可以经常吃一些 选西葫芦的时候选这种嫩一点的 不需要去紫 放一勺盐沙水10分钟 让西葫芦丝变软一点 待会好操作 碗里打两个奔鸡蛋 锅里放油 油热以后把蛋液炒一下 快速用筷子搅散 炒成这样的鸡蛋碎 在锅里放凉 刷好的西葫芦把水分挤一下 不需要挤得太干 刚才炒好的鸡蛋碎 再放点虾皮既能提鲜又能补盖 放点蚝油 胡椒粉 再来点食用油 这时候咱们可以先把电饼称预热刷油 抓一把西葫芦丝馅 把它攥成圆球 放在面肥里走一圈 再放蛋液里走一圈 最后再回到面肥里 做好的圆球直接下锅 用手压成饼 盖上盖子先把底部烙至金黄 然后翻个面 继续中火烙两分钟 烙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大约需要三四分钟 懒人版的西葫芦丝就做好了 趁热吃外皮脆脆的 薄皮大馅 馅料也非常鲜美 而且不用揉面 不用擀面 超级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先收藏起来 我是小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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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